7月48番来看到英国首都伦敦 在当地周六是迎来了今年最热的一天 在画面上也是可以看到威廉王子是全副武装 在皇家骑兵营阅兵场 为下周六的查尔斯国王生日庆祝活动彩牌 这有一些士兵的似乎就因为太热了 晕倒在地上被担架给抬走 而根据BBC的报道 伦敦的气温是标破了30度 这是将近10个月以来英国首度出现这样的高温 英国卫生安全局也对南部和中部地区 发布了一些炎热的天气警报